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习惯 特朗普已经保持很久了 不幸的是 这名给他送东西吃的贴身助理 最近被确诊患上了新冠肺炎 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 特朗普怒不可遏 质问办公厅主任那帮人 为什么给自己端茶倒水的人都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呢 特朗普有洁癖 他连肉眼不可见的细菌都非常在意 平日里 要是有人在他身边咳嗽打喷嚏 甚至吸鼻涕 他都会毫不犹豫的训斥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级别较高 不方便训斥 特朗普也会刻薄的提醒他 让他意识到 以后可不能这么做了 尽管这么小心 不幸的消息还是不断的出现 副总统彭斯的新闻秘书米勒 最近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是阳性 白宫高级顾问伊万卡的私人助理也已经确诊 负责总统安保的联邦特勤局 有11个人检测结果是阳性 另外的60名特勤局的员工也正在自我隔离 从5月9号开始 副总统彭斯已经失去的回家隔离了 没有出现在特朗普当天的内阁会议上 如果彭斯是个认真严谨的人 应该至少两个礼拜不会出现在白宫 现在伊万卡也选择在家里远程办公 这样特朗普父女俩见面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给特朗普端茶送水的那个人 平时跟着特朗普四处走动 彭斯的新闻发言人会跟副总统近距离讨论稿子内容 伊万卡的私人助理要给伊万卡递上手机 特工们常常站在特朗普及其家人的身边保护他们 现在这帮人都患上了肺炎 可以说戒备森严的白宫已经被新冠肺炎给攻陷了 为此白宫最近提高了安全措施 所有在里边上班的人 每天都要去艾森豪威尔行政楼里接受病毒检测 半小时内出了结果之后再做消毒处理 然后带着护具返回工作岗位 想要进椭圆形办公室见总统的人 恨不得让他在消毒水里先泡个澡 尽管肺炎像幽灵一样在白宫里游荡 白宫依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才戴口罩 总统身边那帮大人们至今都不戴 不管是聚众开会还是聚众面对媒体 那帮人一直以真面目示人 那为什么不戴呢 因为大老板特朗普不愿意戴 特朗普觉得戴口罩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而且他非常清楚总统的一举一动带来的影响力 他要是三个月前就戴上口罩倒也还好了 可是这个时候戴口罩会让美国民众觉得 疫情突然变得更危险了 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暗示和信号 特朗普呼吁重启经济已经快一个月了 现在他戴上口罩 那还怎么呼吁恢复经济呢 因为特朗普这个倔强的老板不戴口罩 所以他身边的官员们也不敢戴口罩 此时此刻戴上口罩 就像在特朗普面前打喷嚏一样 要么被他训斥 要么被他挖苦 可见跟着特朗普这种强势的老板混 也是一些体心吊胆的事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 美国的肺炎确诊人数是136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了8万人 两项数据都一记绝尘的派世界第一 而且情况没有缓和的迹象 每天的新增确诊人数还在2万左右 死亡打几百上千 巨大的伤亡严重打击着美国的经济 据统计从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超过330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保险 4月份的失业人口超过了2000万 失业率攀升到了14.7% 这是美国1930年 经济大小小以来最高值了 曾经最让特朗普骄傲的政绩 已经荡然无存 那可是他谋求连任的最有利因素 4月16号 白宫匆忙发布了重新开放美国经济指南 掐着一算也快一个月了 在那份指南里 特朗普敦促各州放宽限制逐步重启经济 不过重启有两个前提条件 各州的确认人数和检测异常人数 必须呈现下降的趋势 另外还得有能力对高风险 医务工作者进行充分检测 指南公布后一比对 就发现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州 寥寥无几 事先不跟各州打听清楚情况 就庄严肃目的发布自己的经济重启计划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呢 联邦政府的文件像个诏书一样公布出去了 那些被居家令憋坏了的民众立马出门 要求解除封锁 可是州政府发现 这真不是解封的时候 那可不就闹上了吗 事先在重新开放美国经济指南发布之前 美国技工中心花了好几周 给特朗普提供了一份指导建议 那份报告详细的列出了 各行业之后的操作规范 比如说餐厅使用一次性餐具 公交地铁上也应该各开座 避免使用各种公共物品等等 结果这份报告被特朗普给血藏了 没跟他的指南一起公布 特朗普觉得那份报告 对他恢复经济没有任何好处 那些措施 会让民众觉得外边的世界很危险 对于这种使乱中气的结局 疾控中心的官员说 嗨 早就习惯这种待遇了 虽然被要求火速提供意见 但是总统看不上 那就不会被采纳 跟意见是不是准确专业 真没办毛钱关系 更加打击人心的是 负责应对疫情的疾控中心主任 和食品药监局局长 最近也自我隔离了 一同隔离的还有正当红 却不受特朗普欢迎的 传染病专家福奇 他们仨都跟白宫里的肺炎患者 有过接触 到此为止 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 白宫每天在呼吁民众 认真做好防护工作 可是总统和他身边的人 却没有以身作则 而且白宫还出现了多名患者 联邦政府连自己都保护不好 民众该怎么相信他们呢 起码 前总统奥巴马 是不信的 奥巴马5月8号晚上 参加了一个视频会议 参加那场会议的三千多人 都是民众党成员 大多数人 还是奥巴马时期的 各级政府官员 在会上 奥巴马毫不客气的批评了特朗普 说他目前针对疫情的工作 是彻底混乱的灾难 奥巴马解释具体原因的时候说 现在的白宫充满了自私 派系 分裂和视他人为敌的风气 这是疫情防控一团糟的根本原因 当政府 以对我有什么好处 和其他人都见鬼 去把他的心态 来做人做事的时候 那么应对疫情 自然就变成了一场混乱的灾难 特朗普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极右翼政客 他一辈子在生意场上混 导致他过于在乎个人利益 为此不惜损害他人 放到国家的层面 就表现得过于在乎美国的利益 为此不惜伤害其他国家 虽然各国政治家 都是自己国家的利益优先 但是以往的政客 多少会掩饰一下自己 撕破脸之前 会尝试合作共赢的可能 不像特朗普那样 一出场便直接撕破脸 奥巴马不留情面的抨击特朗普 目的就是为了支持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参选总统 要不是有新冠肺炎 和特朗普的糟糕表现 我们几乎看不出 拜登比特朗普强在那 但是有了这些事跟特朗普添麻烦 年近八十的拜登 突然看到了渺茫的希望 在特朗普心里 战胜肺炎 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非常重要 但是重要性 却比不了半年以后的总统大选 不然他会果断戴上口罩 利用自己大V的影响力 利用美国的国家影响力 去跳级物资 以心意的在抗疫的一线 可是事实呢 却是特朗普没有戴口罩 他还在一意孤行的 重启经济 让一切尽快恢复往日的辉煌 这样大选的优势 就失而复得了 那连任既关系到面子问题 也关系到共和党 和背后知识者的利益 还关系到特朗普家族的 影响力和生意 这一切归根到底 还是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 特朗普恢复经济的出发点 是好的 然而现实却不给他面子 他过于前卫和乐观的想法 反而错失了良机 导致疫情越来越严重 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不让这个责任影响支持率 他开始处心积虑的 想办法转嫁责任 拉上一些忠实盟友 在病毒来源问题上 大做文章 试图让外界忽略他的错误 可惜质疑声不断 而且他拿不出 一招致力的证据 入海前 特朗普是个 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 一步登天 爬到了行政机关最顶端 如果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话 他也可能混得不错 可惜 赶上了新冠肺炎这种 百年难遇的大灾难 是老天要教他做人 而特朗普本人呢 自私自利 好勇斗狠的性格 也让他在这场灾难里 表现得很差 疫情 质疑 竞选 感染等所有压力 要是落在普通人身上 怕是崩溃好几次了 但是特朗普的心理素质 很不错 不管是在社交媒体 也还是新闻媒体 他看上去永远坚定和乐观 一直用想当然的心态 鼓励美国人民 同时 他自己也死活不戴口罩 其实这种精神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还真是让人佩服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我解 一会儿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的一段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客国内篇 已经完结 国际篇在公众号 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视听 您可以关注了解详情 选择购买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